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二不经的老哈 今天稍微聊聊 平时经常能够听到 但是也经常会需要加引号的一个词汇 公知 虽然公知现在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贬义词 和牧羊犬这个词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 现在呢 互联网很发达 无论是什么身份 立场知识结构啊 认知水平的人都可以在平台上注册一个账户 开始他的表演 这里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秀下线的表演 也就是呢 互相喷互相骂 互相吵架 在这种信息混杂交错的环境里 愚蠢者只能看到自己已经在心里预设好的观点 平台呢 推送算法也会不停的推送愚蠢者喜好的内容 导致愚蠢者更加自信的认为自己的愚蠢才是真理 说回公知 这个词呢 本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 一般人呢 一般呢 认为公知呢 有如下特点 第一呢 就是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 第二呢 就是有基于价值观的道德底线 第三呢 就是观点 个人独立 还有这个立场正义 第四呢 就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五呢 就是能够对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 比如说福尔泰在哲学词典一书中 冒天下之大不为啊 提出了我们的史学家 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历史更爱好 他们呢 都说这个真德 圣女真德 英勇就义 但是呢 根据当时的记录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 他接到判决书的时候 声泪俱下 根本就不是什么英勇就义 这个呢 就是基于个人独立见解和相关历史知识的呈现 同时呢 人们普遍的观念 也就是这个真德英勇就义 同时呢 对人们普遍的观念 也就是真德英勇就义 这个概念提出了批判或者挑战 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也就是公知 孙中山 李大钊 陈独秀 陆逊等等 在民国时期呢 发表文章 搞演讲 民国公知们 真边实壁 推动社会进步 公知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其实都是社会进步的代表 为什么今天就被人骂做牧羊犬呢 其实骂公知这个事呢 不新鲜 各个时期的这些公知啊 都被魏道士 也就是既得利益计算骂过 而且呢 也被那种脑子裹了小脚 害怕改变 被既得利益集团驱使的民众骂过 我自己有一个分辨是非的理论 是我准备之后拿出来单独来讲解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用来在这个信息混杂交错的环境里研究 信息可靠性呢 是很好的方法 那就是反义词判断法 我们来研究一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公共的 是一个形容词 反义词呢 是私人的 第二个呢 是知识分子 也就是有知识的那一部分人的简称 反义词呢 就是没有知识的那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可以称为什么呢 就是文盲 那么最后得出结论 公共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就是私人的文盲 简称私盲 在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啊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在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发表看法的时代 每一个人发表看法的时候 都是带着目的的时代 那么公知还是私盲 那么谁是更可靠的那一方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今天的话题 今天呢 我就先聊到这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转发我的视频 如果呢 有需要我深入浅出讲解的 或者是想听我个人见解的 可以私信给我 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留言 我一定会看的 好 下期见